使徒行传 第二十三章 保罗定睛看着工会的人,说 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你座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者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塞人 就在工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我是法利塞人,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 法利塞人却说,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嚣起来 有几个法利塞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 他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 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冰冰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犹太人彭某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启示的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 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工会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说 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说 贝丘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夏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步兵两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两百 今夜駭出 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哥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划告诉我 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 兵丁赵索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绿的衙门里 感谢的 庇告 咱们把他看守在海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